他做的戰術應該是就三個人包他 犧牲掉外面把外面都放掉都沒關係 所以其實魔獸來雲爆 對於進攻非常有幫助 但是可惜的是 為什麼沒有人跑藍下 為什麼沒有人 大家知道嘛高低檔位高低差嘛 一兩個人三個人重心在他身上的時候 照理說 你藍下啊或是說另外一邊跑動啊 你隨便跑都有空檔位出來 可是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他們在動 也沒有看到他們在跑 我覺得中間真的很厲害很強 他們也很拼命防守 那我覺得雲爆我個人的潛艦 潛艦啦潛艦啦當閒聊啦 我不知道大家 接不接受啦 但是不要罵我 第一個就是我覺得 魔獸跟他們球團 配合的默契方面 從傳球走位 打法上 我覺得 因為這麼短的時間嘛 他來一下就馬上上場了 根本 沒什麼時間 所以我是覺得在 默契上 在配合上 在配合上 打的並不會很 有默契 所以導致很多 傳球 戰術都用不出來 那第二個就是說 有點沒有團隊的打法 有點太 我們一般打籃球叫什麼 叫做這個 一條龍式的打法 一開始啦 一開始啦 所以 雖然雖然有得分 但是相對的失誤也多 就是我看到了很多一條龍式的打法 沒有團隊的配合 喔 沒有團隊的配合 然後非常多 非 這個不是我認識的籃球啦 他沒有檔拆 沒有卡位 很少 然後 可能緊張吧 我在猜因為雲爆這麼多人看 然後興奮 緊張啦 所以每一個人都打的應該是 水準 沒有把水準發揮出來 因為人今天看得多 喔 所以每一個人都 拿到球之後呢 我是覺得大家都有點急啦 急著運過半場 喔 然後急著收球 我最好奇的就是 在這樣比賽裡面 我很常看到 動不動就收球 然後再來找 球人傳 然後大家又站得非常開 然後對方中心就防得非常認真 我個人是認為 不應該這麼早收球啦 讓球流動多一點 大家今天可以在場上看到 動不動就 才剛運過半場 然後因為對 然後就把球收起來 然後再來找人傳 然後就亂傳 這個我覺得匪夷所思啦 我個人覺得 匪夷所思啦 就是 打籃球是應該是 球流動 然後不然就是 要嘛就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 要嘛就一條龍切進去 要嘛就及早收球 勉強把球傳出去 要嘛就到中間 攻擊的時候有點勉強 上了 然後 球傳的不是很順暢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之間的配合 為什麼呢 大家今天可以看 潛艦啦 潛艦啦 其實 魔獸一開始 大家 我看的時候 我個人 因為我打籃球打蠻多年 我個人覺得魔獸 他在雲爆 真的很有 幫助 為什麼 大家可能不打籃球 不知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 T1他們有重播 每一次 傳給 魔獸的時候 幾乎他們都是犧牲兩個人 甚至還有一個 他們全部都往底層 也就是說呢 在籃下有一個在等你 外區有兩個在守你 你一拿球就貼著你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 所以他們教練呢 我們光哥啊 他做的戰術應該是 就三個人包他 犧牲掉外面 把外面都放掉都沒關係 所以其實 魔獸來雲爆 對於進攻 非常有幫助 但是可惜的是 為什麼沒有人跑籃下 為什麼沒有人 大家知道嘛 高低擋位高低差嘛 一兩個人 三個人重心在他身上的時候 照理說 你籃下啊 或是說另外一邊跑動啊 你隨便跑都有控擋位出來 可是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他們在動 也沒有看到他們在跑 沒有辦法給魔獸一個很好的助攻的機會 比如說兩個人定著嘛 變成什麼 就變成 籃球是五個打五個嘛 就變成犧牲掉兩個去守他嘛 那基本上 你防守就 空一個位置 大家可以從全場上面看 只是 為什麼沒有人要跑位 這個也是 我一個很 問號的 我問號的東西啦 就是 明明空檔很多 大家球員不動 可能他們覺得好像 魔獸 要給 要給他秀吧 可是照理說 他貼起來了 空檔裡面空檔就大了 他為什麼不跑 我就覺得 就很怪啦 就很奇怪 這樣子 對對對對 就很奇怪 可能有打籃球的人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到底今天砍這一場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要替他制定一個戰術 應該要讓對手打得很無奈 就是 我今天守霍華德 外線就放空 然後中距離的跑進來的機會就多 所以 然後你們守我沒關係呀 你們中間 三分 中間還有中間就會空掉 隨便一個中距離切進來一個上籃 切進來一個中距離跳投 就是機會就多 擋拆多嘛 因為所有人都在守魔獸 基本上進攻機會應該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 我覺得啦 可以勤 可以在 我覺得應該他們也會啦 他們怎麼 他們那麼專業嘛 畢竟職業籃球賽 我也不是職業的 我在旁邊看是這樣 大家